10 間為觀塘安達村一期提供裝修工程的承建商 因為維標及瓜分市場 其中3 間被判罰款40多至60多萬 經委會不滿罰款過輕提上訴 競爭事務審裁處主任法官林雲浩頒下判辭 指經委會申請上訴 期限超過14天駁回上訴